嗯 富村山區圖 在青順自七年的時候燒成兩段 有一段現場在臺北故宫博物院 一段現場在浙江博物館 這是兩岸第一次 透過新媒體藝術的方式 做的一個合併的大展 很多朋友看完這個作品會說 他好像看到黃国旺心中的風景 那其实他看到的是我心中的风景 这就是我跟黄公望一个超时空的对话 我是林俊廷来自台湾台北 那我是清了新媒体艺术的艺术总监 07年开始定居在上海 我觉得幸好我来了上海 因为我们是做文化工作 我们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历史课本地理课本都是跟大陆有关 所以我们更想踏上这片土地 来做我们想做的文化工作 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才真正深入了解 你自己到底是谁 我觉得科技就是现在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现在政府也在谈科技怎么结合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我想新媒体艺术的呈现方式 就是用科技的手法来呈现艺术 其实可以让更多人更容易理解 那当你少了二维码 你就进入了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叫做华言墨海 那因为新媒体艺术作品 其实是代表最当代 最前沿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我认为中国当代 应该有他自己的诠释的与会了 所以我的作品一直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也在讲我们自己文化的重要性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你没有到国外 你不会意识到你自己是中国人 我早期的作品其实是非常当代 所谓的当代就是西方的这种方式去呈现 那一直到我到了纽约以后 你才会意识到说 是你的内核 充满了东方哲学思想 我觉得两岸就是要多交流 只有透过交流 你才会更多的彼此了解 富山山街头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透过了这个新媒体艺术的方式 去做一个合必的展览 那我当然更期待 就是有更多人有机会像我这样子 可以跟两岸的同胞一起交流合作 哪怕是吵架 只要是真诚的 那我相信这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台湾它因为它相对地方小 所以它要去做一个精致的文化 是相对容易的 那大陆的因为它地方太大 其实也就形成它的大气 那如果今天精致可以更大气 大气可以更精致 那我相信这个的舞台是有无限的想象 我觉得走出来以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真的不一样了 我在这几年我的成长非常非常多 那你细细地回去想 其实就是因为这里给你的养分 所以你的创作失误就会更多 十年前我把副寸三居图 用新媒体的方式合避了 所以十年后我们就希望去做一个永恒三水 让更多人一起去拥有这个副寸三居图 而它也永远不会消失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